来看大陆无人机 最近好频繁 一直飞过来来侵扰金门 留下了这个榨菜 茶叶蛋这样的食物 其实这有谐音的 里头是有意思的 就像是炸弹的谐音 其实是有一点点挑衅的意味 最近也传出这一架 投掷食物的无人机的 整个的作业的影片 被人发现还疑似拍到了 我方中科院反无人机的雷达 先带你们来追踪 故意将榨菜 卤蛋等食品 附上一封信 绑在无人机飞上天 这就是金门防卫指挥部 2号下午发现 大陆无人机丢职的食品 现在影片又出现续集 影片中镜头飞进金门营区 直接投掷包装好的食品 另一个角度还能看到 人员拿出干扰枪巡视 这幕也被人爆料 疑似拍到 我国中科院反无人机雷达 国军也释出猎与官兵 应出影片 听到指令马上一监控 回报驱离 并用干扰枪也实施防卫 射击应处 全力后严密监控海空域动态 一再发生对岸的无人机 飞抵我军事设施上空 官兵将以国防部政策指导 时刻监控犯制 不让共军继续嚣张 越雷迟一步 记者台北组合报导 好我们要继续来跟永平姐讨论 您刚看到 其实在之前 我们两岸的关系 这个集市如此紧张 现在当然也还在持续当中 之前有包含了共军的演习 还有舍飞弹等等 让其实两岸的民众都相当的紧张 台湾的民众也相当的 这样子对于两岸的局势 也非常的 大家都非常的担忧 不过现在来看的是 好像是有点降温的意味 这是厦门公安 微信公众号 指出厦门市的公安局 为了加强 这是投资贸易洽谈会 举办期间的无人机的 等等小型航空器的管理 所以要进行管制了 如果未经审批 不得再起降 我们都知道 这一阵子这几个礼拜以来 这个无人机 对于侵扰金门等等 相关的防空的空力 很多的一些动作 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大陆官方 也要释出善意 主动来降温了呢 有没有一点点 地感还是那种感觉呢 因为人们大家的气氛 是相当的紧绷嘛 永平姐你怎么看 我认为 其实骚扰金门 马祖前线 这个所谓无人机的事情 军用的机会 我觉得不大 大概都是属于 一些民用的网友 特别是大陆 也有这种网红型的人 他们喜欢 在紧绷气氛的时候呢 出来做一些 抢眼球啊 吸睛的这些动作呢 那透过 挑衅的一个方式呢 在大陆 中国大陆呢 他们也希望让 这些 这个网民们啊 觉得哇 好爽好爽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过去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会 引发比较这个讨论啊 高度的这些 紧张等等呢 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个 台湾方面呢 完全没有反制的行为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 这几个 礼拜讨论里面 大家觉得最大惑不解的 因为无人机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就算它是军用无人机 那它如果你认定说 它可能是军用的 那它就有这个 收集情报的危险 你第一时间 当然要打下来啊 好那之前我们的军方 迟迟的不动作 没有行动 那你表示你认定 它是民用嘛 那你认定它是民用 可是它已经达到 你骚扰的效果 你还是可以把它打下来啊 尤其是民用的 这种飞行器 本来你去到 另外一个空间 就要受到那个 厂域管理者的规则 所以你民用的无人机 飞到不适当的产域 就算不是这种军事用地 你只要飞到 不适当的地方 你被人家击落 这本来就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且击落它 也不复杂 你用这种正式的枪 也可以击落 你用简单的 什么气球或怎么样 你也都可以去干扰它 你有很多种方式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军方 迟迟的不动 那么现在这个厦门呢 它会通令这个公文 说是降温 当然它会达到降温的效果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台湾 这个民进党政府方面呢 终于有所行动 蔡英文终于下令说 那还是把它打下来好了 那既然打下来了 表示说台湾也有足够的 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而用这个也另外一方面呢 也更证明了 无人机的部分呢 并不是中国大陆军方 有意要来骚扰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判断 可能是民间 因为中国大陆的无人机产业 非常的庞大 而且呢 很容易购买到无人机 价格也不高 所以现在来讲 对很多无人机的玩家来说 本来他们视为到 金门马祖去一游 也许是一种好玩 猎奇的心理挑战等等的部分 那现在这个厦门的官方认为说 它再也不能忍耐了 也不要再引发这种话题了 所以它就出一个公文 严厉的来管理 本来这种管理方面 中国大陆方面可以管理 台湾的方面可以击落 那现在呢 既然两方都有行动 那我认为这个议题呢 大概就可以消灭 那再讲一下 如果两岸真的情势紧张 也不是靠这种无人机 虽然现在大家把无人机攻击 如何在军事上呢 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器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就现在金门的这个无人机来讲 我觉得现在这种状况可以缓解 可以落幕呢 是一件好事 好的是的 非常感谢永平姐精辟的分析 提供您独家的观点 感谢您 谢谢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缓解